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 介紹的是ODI的A1 這台是2013年 然後引擎是1.4渦輪 這台還有一台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馬力也叫大是S1 今天安裝的這台是A1 A1的底盤是跟POLO的MK5 或者是Fabia的底盤 其實都是差不多是共用一個底盤系統 小車的介面 這台還有一台是應該三門的吧 那今天安裝的是Catty Racing的道路版 那這種小車呢 它的上座呢 都是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軸承 上座的橡皮呢 都是要沿用原廠 前面彈簧的磅束部分呢 是配置的5公斤 5公斤的彈簧 然後離載串的部分呢 需要用KT所附的比較短的規格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的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今天預計的車高 差不多是兩指幅左右 原廠的車高大概是三指幅 那今天有要做一點微降 降到大概一指半到兩指幅左右 旅圈的規格的話是原廠的規格 是215-45-16 這個規格也還蠻特別的 215-45-16 然後KT的用料部分也大概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裡面的主尼友是 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所以拆下來之後呢 需要把原廠的避震器做壓縮 把上部的零件拆解下來做沿用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就跟一般的小車系統差不多 後面的話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拖一臂系統 那這一台呢 上座呢 也需要沿用原廠 因為它的上座跟Golf的車系 跟一些像現在的CHR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還有CRV5代 外面都是直接做上座 就不用再拆內裝了 那這樣的阻尼調整呢 就是我們把車撐高之後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鐘一樣 跟前面一樣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軟硬的話都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所專用的防塵套 它的防塵套是做專用的規格 所以水氣的話就不會堆積在這裡 裡面的話也有一個專用的緩衝饅頭 這裡的話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後面A1的話 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3公斤 因為後面其實車重還蠻輕的 所以小車的話我們就配置3公斤 我們換個角度看一下它的後懸吊 跟HOLO的MK5還有FABIA 都是一樣的底盤系統 這個小車其實 歐系車 熟距短歸短小歸小 但是它的操控性呢 還是有一定的水平 A1 來看一下它原廠拆下的零件有哪些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呢 本來彈簧有壓縮 所以我們需要把上部的零件機構呢 把它拆下來使用 所以上部的軸層 跟上部的上座呢 都需要拆下來做沿用 那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唯一沿用的就只有後上座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離載串 比較長 KD的話呢 附的比較稍微短一些 這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彈簧的下方呢 這台車並沒有做橡皮的設計 後上方呢 只有做橡皮 所以上方的這些橡皮呢 就不需要沿用了 KD就有附一個橡皮墊 鏡頭再拉一點 這個是不是原廠的避震器 OK 那已經安裝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上輪胎 然後呢 就會開始做回調跟錄飾 那這個是Audi A1 那我們影片的話呢 會放在YouTuber 也會放在FB的粉絲團頁面裡面 如果車友或者是車主呢 對這台車 或者是其他車館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繫 謝謝大家 掰掰 再拉遠一點 再拉遠一點